Eric Swalwell 這個專業中國間諜陪稅人 再度當上了我們加州的眾議員 真的 新聞都報成這個樣子了 就是在跟中國間諜方方稅還可以當選的 我們加州真的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地方 他最新從CCP來的共產主義方針就是 父母不該有任何權利教育自己的孩子 他上個星期發推文回應 Tim Scott 難卡的參議員 因為 Tim Scott 說 我們把教育孩子的權利 再度放回父母的手中 然後這位 Eric Swalwell 就說 請告訴我這裡是出了什麼問題 據點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把手術的權利交給父母嗎 被告要自己上法庭幫自己辯護嗎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停止相信專家了 據點 This is so stupid 這太蠢了吧 這個推文就顯示 第一個 他不會用問號 所以說難怪他不想要教育自己的小孩 那首先 先講一個事實 病人基本上對於自己的健康護理是有完全的決定權的 他們去醫院雇用一個醫生來幫他們做手術 或者是怎麼樣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去找醫生 我們可以找好多個醫生 聽每個不同的醫生的建議 最後我們要自己做決定 要什麼樣的療程 還有哪個醫生 還有在法院裡也是 被告的律師 也是他們的選擇 他們雇用一個律師 或者是他們放棄 公共的這個辯護人 自己幫自己辯護 他們如果跟律師意見不同的話 可以隨時開除掉那個律師 所以世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運作的 人要為自己負責 要為自己做決定 但是Eric Swalwell說的就是左派看您的方式 你不只不應該有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持槍權 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也不應該有 你說話都應該要被他們審核 你連帶小孩長大的權利都不應該有 之前我有做過一集講到 education 教育這個詞的由來 就是拉丁文的 這個字變成了英文的 educate 教育 跟 indoctrinate 洗腦 這個字原本就不只是在講 英文數學理化之類的 而是一個人人格的成長過程 一個有經驗的人 帶領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在這裡Eric Swalwell在說的就是 你根本沒有任何資格 有任何的聲音 我才有資格教育你的小孩 我 Eric Swalwell 應該要掌控你小孩的成長 這個 我這個連問號都不會用的人 應該要控制你小孩的教育 事實就是 的確有些父母是很糟糕的 他們鼓勵自己的小孩變性 然後說這是做自己 這個我也反對 但是如果你沒有權利教育你的孩子的話 其實就代表你沒有任何的權利 很多保守派 像我被攻擊的原因是因為我會說 我的小孩只有我有教育權 只有我可以控制在家教育各方面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父母 根本就是在摧殘他們的小孩 我也不覺得那個樣子的父母 是應該有教育權的 也就是說 的確 一個小孩是一整個社會的責任 這句話某層面上面講是正確的 只是這個思想被左派用來扭曲成 父母沒有任何權利而已 小孩不可能只跟他們的父母學習 他們一定會被他們的生活圈影響 他們就像海綿一樣 不斷的吸收 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模仿 如果電視開著 那就是他們教育的一部分 你的鄰居家裡發生什麼事 也會是一個教育 他們在學校如果有認真學習的話 也就是一個教育 等於他們的生活圈會制定他們的人格 品德還有道德美德 會關係到他們的世界觀 我們身為父母 就是應該要有選擇的權利 就像孟母三千那個樣子 但是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應該要爭取更多 而且爭取更多的選擇權 還有使用政府的力量 就跟Glen Youngkin 還有佛州的Ron DeSantis 在做的事情一樣 就是使用政府的力量 來強制要有什麼樣的教育 我們就是要使用政府的力量 我們就是要奪取政府的力量 我知道強制這個詞 Force 在保守派的圈子裡面 是有非常的負面情感的 但是事實就是 所有的教育都是強制的 那個什麼 美國開始的啟蒙學校 蒙特利什麼東西的 只是教育過動兒的小孩 用其他的方式學習而已 而不是教育的內容 當老師在學校裡面說 Felicia 你要做你的功課 不做的話 你成績就會很差 或是美國是從1776年 獨立宣言開始的 而不是AOC說的1619年 然後男生是男生 有男生的生殖器 女生是女生 有女生的生殖器 這些都是事實 如果你不同意 考試亂寫的話 你的成績就會很差 你上課亂跑的話 你就是會被留校查看 所有的教育都是一個強制的 但是這其實是一個悖論 或是聽起來很矛盾的 因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我們 從我們的基本人性當中突破 然後獲得自由 脫離我們的天性的捆綁 讓我們的腦子可以變成熟 而且可以做出理性 勝過我們欲望的決定 讓我們的人生可以活得更有意義 而不是活得跟一個動物一樣 那要達到這個樣子的話 教育體制一開始就是要強制的 現實就是 小孩上學的時間 就只有那麼幾個小時 一年就上課上這麼幾天 小孩一放假 有的時候這些上班的父母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每天都應該要決定 學校的教學內容是什麼 我們的學校如果花時間去學什麼 性教育、變性人、雙性人、同性戀的話 我們就沒有時間去學莎士比亞 政治、文化或者是聖經 以前教科書是有聖經經節的 現在不行了 因為左派決定 聖經的教導是在浪費時間 他們認為與其去學聖經的內容 還不如去學性教育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說 不要有性教育 不要有那些什麼多重性別的東西 狗、貓、豬 他們都沒有學過性教育 他們繁殖的比每個人都好 尤其也不會殺自己的小孩 不像你們左派這麼無恥 我們不要批判性種族理論 我們要用法律來禁止這些變態的洗腦 讓我們的孩子在學校學到一些重要的 對孩子有益的 這次駐加州的聽了那個鄧宏大律師 28號提案投Yes的那些人 恭喜你們 你們又可以浪費你的納稅金來浪費 而且左派洗腦你的小孩了 恭喜你們 恭喜你使用了民主做了最愚蠢的決定 他們學英文、數學、科學的 還有歷史的時間又變少了 所以我們要抵抗這個樣子的東西 在我們的私人生活當中 以及在我們的政治系統裡面 我們要教育 以及奪取我們孩子的教育權 不然我們的孩子也會跟那些自稱保守派的愛國者一樣 聽鄧宏然後做出這麼愚蠢的決定